卫福布口腔健康司司长赖享华 2023年11月19日凌晨在睡梦中失去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 仍宣告不治 享年56岁 初步研判疑似天冷引发心肌梗塞 好好健康的人怎么会猝死 重症科医师黄轩坦言 其实危机藏在个人生活习惯中 而不是穿了多少厚重义务 并列出六点关键 提醒大家天冷千万要注意 天冷了为何一猝死 黄轩在脸书发文提及 大家一定很奇怪 好好健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呢 尤其是无心血疾病时 乖乖按时服药呀 也没有抽烟没有熬夜 没有喝酒猝死前没有什么不舒服 黄轩科普这些问题很常常在临床上被问到 对呀明明穿厚厚衣服保暖了 为什么还会猝死 黄轩说明在急重症处理这些病人 会发现其实危机就藏在个人的生活习惯中 而不是他穿了多少厚重衣物 一马上起床的要命 秋冬季起床 可以慢慢赖床起床 而不是一脚踢开温暖被窝 没有人和你比赛下床速度 你要知道被窝里的温暖是救命的 你忽然马上拿掉保暖措施 毫无防御下接触到冷空气 你的皮肤冷得反应 就是赶紧收缩 你体内血管 有人一下床 马上就猝死 就是轻忽了在秋冬天是要慢慢起床 确认四肢和身体暖化 可以先加晚身外套 在棉被卫去除之前 确保温差太大 猝死即可发生 二 洗脸刷牙的时候 起床后 大家都会入浴室 竟然冬天了 还打开冰冷的水 洗脸刷牙 以为只是局部冰冷一下子而已 还有去浴室上下厕所弯腰动作 忘了浴室最容易猝死的地方之一 殊不知浴室湿气重 又阴冷 最容易发生猝死 大家都忘了 要先泡温水 才可以洗脸刷牙 只是打开热水和冷水浇喝一下 再来慢慢洗脸刷牙 就可以避免整个脸和血管 被冷水急冻收缩而猝死呢 三 脱衣服的时候 很多人在洗澡前后 都以为泡汤或热水洗澡 在冬天是很舒服的 也以为有了热水泡或洗澡 就是预寒了 大家都忘了 当你离开热水源 你是光溜溜身体 你的热水珠在皮肤上 接触到激动空气 你的身体瞬间是全身陡串 不移的冷切 记得毛巾 不移放太远地方 要马上擦掉水珠 马上穿上衣服 冬天真的不宜脱衣服太久呀 四 忽略耳根脖子 看过很多猝死病人 几乎猝死前 是完全没有保护耳根和脖子的 好像把手体四肢都穿好 就是算保暖到了 大家不知道我们的耳朵和脖子 任风寒穿袭 耳根两片薄薄 没有身体内厚厚脂肪增暖 脖子有错且集中了脑袋和身体的 许多细小的胶感神经和血管 只是一个团筋和耳罩 就可以救命了 平常人都忽略了呢 太可惜了 五 衣服层次穿错 黄轩举例 有次急救一个心脏猝死病人 护理人员剪开衣服急救 我才发现可能诱发他的猝死之一 他穿住两层T恤加外套 里面竟然没有毛衣 我们知道正确的冬季衣服 是不能穿错的 大概大家都叫三文质穿住 最里面是棉衣吸汗 中间是毛衣维持身体温度 外面才防风防水的外套了 穿错了 不能保留自己的身体温度 其实是一直室温冷冻的 容易心血管马上紧缩猝死 六 运动猝死 运动是好事 但是要有自己生理常识 最常见的运动猝死 这些人大部分在做以下动作 当没有暖身 突然运动 运动激烈后急停下 高山峻林处于缺氧环境 或是在做不熟悉的运动 黄轩科普 我们平常一个人 在无运动的状态下 血液回流至心房 只是靠静脉收缩就足够了 但是我们在剧烈运动时 这是心脏每分钟 要输出无运动时的 6至17倍 肌肉血流量也是要增加超过25倍 遇到外面环境冰冷 血管却相反 抵制的会一直持续收缩 神志梗塞了你心脏血管 这时会心脏血流必定不足 就很可能产生猝死之危险 如果你知道猝死 都好发于深夜和清晨 你就知道除了晨晕的人 大部分人猝死会在哪里呢 他解释其实大都会在卧室里 客厅 浴室里 而竟然不是在外头 黄轩喊话 遇到秋冬季寒流笼罩 在家气局习惯要改 不是因为有穿保暖衣物 就是有预防血管猝死 也不是因为年轻就不理上述的预防 近年来台湾猝死的发生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 而且发病年龄呈下降趋势 常常看到猝死 常常发生在健康好好的 中青年人身上 家人是伤痛无比 只是因为忽略 平常在家的生活起居保暖措施 实在太可惜了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